台北有一名小黄司机原本以为载到了大客户 从台北大安开到花莲域里将近9000多块的车资 但23岁的女乘客却说没有现金 只能请弟弟汇款 但等了两个多小时运奖迟迟没有收到钱 报警处理才发现钱根本没有汇 而女乘客出示的汇款记录是批图批出来的 警方将女乘客带回派出所厘清案情 也调阅相关的市政后 认为涉嫌诈欺罪 依规定韩宋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台北有一名小黄司机原本以为载到大客户 从台北大安开到花莲域里将近有9000元的车费 但是23岁的女乘客却说没有现金 只能请弟弟汇款 但是等了两个多小时运奖迟迟没有收到钱 报警处理才发现 前根本没汇 女乘客出示汇款记录是批图出来的 黄女都向司机表示 朋友跟亲戚汇给车资 直到抵达议题证实 跳表金额已接近8000元 司机原本想说只要拿到车之后 就不愿提告 黄女不但没有支付车资 还传送违照汇款证明 嫌有诈欺之嫌 原警向银行反复确认之后 发现钱没汇而汇款记录也都是假的 现场直接依诈欺罪嫌将女子移送法办 同时也发现她是个惯犯 这次遇到一位好心的司机 愿意相信她跑了几乎半个台湾 从台北到花莲 却是搭了霸王车还说谎造假 警方将女乘客带回派出所离情案情 调阅相关事证之后 认为涉嫌诈欺罪 依照规定韩景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